人一定要成功吗 人一定要有理想吗 这是个问题 现代快节奏的社会 让我们无时无刻接受信息 Facebook的报道 Website的工作通知 Instagram的炫耀 在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 灌输了我们一定要经过正统教育 才能有好工作 有了正常的工作 才能有买房买家 为了达成一系列的目的 我们必须工作一星期超过40小时 然后超过40年 其目的是为了赚足够的钱 才能达到所谓的成功标准 才能买到足够的物质 我们被教导必须要有目标 就算自己根本不理解脑目标的意义 但我们又不能轻易跳脱 正常的社会框架 如果放弃政治行业 你就难以向银行贷款 难以申请公民所需的福利需求 正因为这样的架构 我们似乎被锁在了里面 以非常难听的话来说 城市是我们自己建设的笼子 而我们正陷入笼子中的老鼠赛跑 你要成功 就必须放弃平静的生活 难免进入焦虑的圈子 但你要宁静的生活的话 可能就要放弃理想工作 工作可能乏味 且对你的理想没有意义 是想想 尽管现在是21世纪 为什么人还需工作一星期40小时 在维多利亚时代第一次工业革命 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 机器已经解放了人力 人不需再工作一天16小时 现在AI爆炸方式的出现 更是逐渐解放人的能力 那么照理来说 现在人一星期应该只需工作 不达20小时 或是三到四天 就可以达成一样的目的不是吗 但现在我们却有时反而需要加班 超工时等 那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也是资本主义导致的祸 因为资本主义的架构 导致财富分配不均匀 只有少数人掌握着社会大量的财富 而多数人必须工作一生 才能获得那稀少的酬劳 也许这是个事实 也许我们不能改变社会的节奏 但我们能做的 就是寻找片刻的平静 再剩余时间 让头脑里的吵杂声去掉 在信息洪流中 让头脑保持宁静 那么一切就会显得非常清晰 自己也不会陷入焦虑 和老鼠般的无助